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30日 已經是 星期二了 有一則 是國際的消息 但是這則國際消息也關乎我們香港 以及中國的事 而且甚至乎 是關乎生死存亡 華盛頓郵報 在星期六報導 前總統特朗普 他現在正在計算 他說如果他再次當選 會對中國發動新一輪的重大攻擊 他考慮這個計劃 是有機會認為是引發全球貿易戰 特朗普公開支持取消中國最惠國的待遇 根據一項分析 取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 基本上適用於所有 跟美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 可能導致美國 整個美國對中國進口的商品 徵收四成以上的關稅 報導引述三個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曾經跟顧問私底下討論 對所有中國 這個 入口的產品 統一徵收六成 關稅的可能性 大家都知道 在俄谷問題上 我是反對特朗普的 不過人是很自私 如果 特朗普上台 可以推倒中共的話 作為 即是我 我覺得 出賣烏克蘭 使烏克蘭被俄羅斯吞併 這件事 是換得過的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世界 你跟他講正義 他是跟你講現實 是不是 很多人會說 特朗普很好啊 其實 任何事 每個人 他要做的事是合乎你的利益 你就說他好 他如果做的事不合乎你的利益 你就說他是壞了 是不是 如果一個地方 他的財政 負擔很重 而他對於很多老人家 有些退休金是減不了 他只能夠減掉老人家的退休金 為了不讓下一代 有更加重的負擔 那麼老人家就會覺得這個是壞人來的 這個要減掉我們的錢 但是對於年輕一輩的那些人 他們就會覺得 起碼我們有條生路 如果我們再是這麼重負擔 我們也會死定了 那我們就算是不公了 這個就是 權衡利弊 以及 不同人做不同的事 對於不同的群體 或者不同的受眾 有 不同的這個看法 特朗普 如果 他真的 實施 他聲稱要 亂俄 滅共 去亂俄俄羅斯 對付最大的敵人中共 因為現在 如果比較世界上的國力 的確中共是美國最大的對手 而且也是只有中共是會威脅到美國的政權 所以 他如果作出一個選項 我覺得 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 出賣烏克蘭 如果可以換到中共倒台 我覺得是值得的 只要中共倒台 俄羅斯沒有靠山 將來他是有機會打回來的 是不是 當然啦 這是一個 很卑鄙的決定 但是 這個世界 尤其是國際政治 就是充滿著這些卑鄙無恥的交易 美國政府當年 在6、70年代、80年代冷戰時期 為了抗衡蘇聯的擴張 他支持一些獨裁政權 包括 智利的皮諾切特 這些獨裁政權 在國內橫征捕簾 貪污盛盛盛 而且也是 做盡一切傷天害理的事 當然 還有阿拉伯世界 是不是 當時 美國也支持阿拉伯世界的一些獨裁國家 侯蔡恩也是他捧出來的 沙達亞也是他縱容的 是不是 支解記者 夠了 又是美國佬的盟友 美國佬又會不會怎麼發聲呢 最多就一聲吞了他 你有沒有跟他斷交 說你有沒有搞錯 你支解我們美國籍的記者 你這樣做 不對啊 這個世界就沒有說不對 所以 如果特朗普的上台 真的可以對中共進行毀滅性的打擊 他就覺得 是支持他的 是不是 即使 他跟俄羅斯交好 甚至乎跟俄羅斯結盟 只要可以消滅中共 我覺得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中共跟俄羅斯之間 他選擇了跟俄羅斯結盟 而俄羅斯是不是會出賣中共呢 其實是 因為俄羅斯從來跟中共沒有感情 因為 你說你是黃種人 在俄羅斯帝國的眼中 你們是低等人類來的 你們是低等動物來的 你們是生口 只是被我們 逃宰 你們就好像我們 圈養的牲畜一樣 全世界只有俄羅斯沒有唐人街 因為俄羅斯的唐人 在俄羅斯生活實際上很悲慘 1900年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 打完之後 全世界的軍隊都撤出 只有俄羅斯軍隊不肯離開 然後 在東北進行大屠殺 搶略 當時就把東北大片土地 被俄羅斯霸了 包括副業島 包括海參威等等 這就是俄羅斯對 整個中國的侵略 當時也不是中國 所以 如果 如果特朗普真的可以 選擇跟俄羅斯結盟 而國內不反對的話 然後就是亂俄就撕工 這樣的情況 作為 我們是爭取民主的 華人 香港人 我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權衡利弊 當然啦 這樣就要犧牲烏克蘭 犧牲烏克蘭 是不是代表不正義呢 是 是要代表不正義 但是如果你要這個 世界是百分百正義 其實是真的很難做得到 我們看到 這個 特朗普如果真的上台 會出現一個重新的洗牌 就是他會走一些比較孤立的主意 不過孤立得來 他會亂俄羅斯 因為我一直都說 他骨子女就是很親俄 甚至乎 他好像覺得自己有俄羅斯血統 他親俄的態度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但是 反共 只要反共 我覺得 我們可以聯合次要的敵人 對付主要的敵人 這個其實就是中共的統戰論 中共的統戰 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包括 聯合次要敵人對付主要敵人 所以共產黨當時可以 勾結日軍對付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才是主要敵人 日本不是 他可以跟日本 這些軍隊合作 跟日本的 特務組織合作 包括派出潘漢年 去76日 見李氏群 見丁麥川 見汪正維 我們再看看 如果特朗普真的上台 美國的確會 產生一個很大的改變 首先 現在美國造成一個很大的撕裂 就是難民問題 大量的難民 根據非官方統計 有過千萬難民每年就湧入美國 這個問題我們會另外開一節說 這節主要是說整個特朗普的政策 他肯定會重啟貿易戰 而且 以往的盟友 尤其是最近拜登拉回來的盟友 日本南韓 肯定 可能會再次 反電收場 還有跟歐洲 跟美國的關係 也可能會越走越遠 而美國 歐洲 這個 最主要的維護 包括英國 英美 歐洲 是維護世界 和平的最重要核心 如果一旦分裂 變成了美俄合作 這樣就會 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麼你會否忍用俄羅斯繼續侵略其他國家 還給你波蘭 還給你芬蘭 還給你羅馬尼亞 不要緊 只要你和俄羅斯消滅中共 大家願不願意呢 其實站在我立場是沒有所謂的 反正又不是我的 但是站在歐洲立場當然是不行啦 歐洲當然是跟你反面啦 日本當然是跟你反面啦 你和俄羅斯走得那麼親近 你消滅了中共而已 俄羅斯說要拿日本 你不同意 你不同意 俄羅斯說要拿回阿拉斯加 你不同意 你當然不同意啦 我也知道 因為這是美國利益嘛 最重要 特朗普要保護美國的利益 美國利益優先 其他利益全部次要 這樣 對全世界會造成很大傷害 不過 我做人很自私 如果這樣做可以消滅 整個中共政權 將中共徹底瓦解 我覺得是值得的 將來的事 將來才算 只要消滅到中共 其實任何代價 包括將烏克蘭成為代價 包括犧牲波蘭 犧牲羅馬尼亞 甚至乎 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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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犧牲他們 也是值得的 當然 站在這些國家當然是說你刺狗線啦 你就去死吧 你就去犧牲我們 但是呢 現在就是要看美國人怎麼決定 因為美國的決定 其實造成幾次大災難 當時的 杜魯們 決定不幫國民黨 使共產黨上台 生靈塗炭 這是人類的一個大災難 美國的一個決定 就是美國的一個決定 好了 第二次就是越戰 也是美國的一個決定 使越南人民生靈塗炭 然後還要波爾布特上台 如果越共贏不了 南越的話 美國還在頂著的話 不會有波爾布特這件事 不會有北越大屠殺 所以 你可以看得到 美國的重大決定 每一次 很多時候有事 關於中國也是錯的 如果這次可以做一次對的決定 真真正正的消滅共產黨 我覺得 它是一個功德 當然對於歐洲可能不是一個功德 對於烏克蘭來說是滅頂之災 所以 這是一個 很大的抉擇 我們 都是 立場的東西隨時會改的 原因就是 當你做一件事 是合乎你的 預期 你的利益 你就會覺得 可以接受 雖然我覺得 犧牲烏克蘭是 很不合理 很沒有公義 甚至乎是很卑鄙無恥 但是 如果要用一個這麼卑鄙無恥的方法 消滅中共 我都可以接受 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呢 不如講一下你們的意見吧 這一節我想大家討論多一點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很支持烏克蘭 希望他可以 擺脫被人侵略 大家都覺得 有甚麼理由一個國家要被人侵略 是不是 但是 但是 在這個形勢 沒有辦法 是不是 美國的民情 也都 好像遇事特朗普贏 我們當然要作出調整 我們也要作出我們的 戰略的調整 我們 怎樣去 判斷一件事 或者怎樣去看國際局勢 是要互動的 不是每一次 都會是相同的結論 因為 最重要就是國際形勢改變 你不能改變 你只能夠 而且可以去接受 你只能夠去適應 希望大家這節可以討論一下 這節時間先說至這麼多 希望大家 части Stanislaw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樂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多謝各位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的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VPN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是在哪裏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 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那麼現在就開始了